一整群台湾櫻花公舞龟在清澈的溪里悠悠 数量多到快看不到溪底的石头 这是水坝国家公园管理处 从民国106年开始努力富裕6年的结果 把装有鱼卵的盒子固定在野溪溪底 还要做好防天敌头持措施 让台湾櫻花公舞龟破软游出 长年下来鱼的数量越来越多 水坝国家公园管理处说 根据去年研究监测数据 大约有15374位 是历年最多 6年11月去放油之后 经过这 它连续放油三年 1000位1000位1000位 那目前已经自行可以翻页 现在罗燕尾溪 有盛溪南湖溪 还有碧露溪等地 都有观察到台湾櫻花公文龟活动迹象 显示富裕有成 野外族池已经可以顺利健康成长 和自我繁衍 华新闻林顺罗大长吴绍 请苗栗报导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 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 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 还有订阅华视的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